经典的教育不可思议 年轻人要发大心 要行菩萨道 要把如来的沉传 接受过来 这个一生有意义 有价值 你到世界来干什么 我来继承释迦牟尼佛大法的 成就自己利益众生 真正发这种大心 认真努力去做 佛菩萨保有你 我们看不见佛菩萨 佛菩萨看见我们 你发这个大心就放光啊 佛就见到了 这个光跟佛光相同 所以佛立刻就感应到 佛就会加持你 佛也会折磨你 佛为什么要折磨你 断练你啊 不断练 你怎么会成就啊 什么样的境界你都会遇到 遇到怎么办 不懂心就通过了 瞬间善于 不生贪念 知道什么呢 知道一切法是虚幻的 逆境卧云 也是假的 也不是真的 来考验你 看你还没有有怨恨 心里还有没有难过 必须在境界里 地狱如如不懂 天堂如如不懂 没有贪念 地狱没有怨恨 心平气火 这就通过了 时时刻刻考验你啊 分分秒秒地考验你啊 你才能成就啊 经不起考验的 都被淘汰掉了 淘汰掉的人 不知道有多少 太多太多了 不能有丝毫傲慢袭击 有丝毫傲慢袭击 都是障碍 贪嗔痴慢疑 每一天早晨起来 面对一切人 一切死 一切无 就是在境界里头 把贪嗔痴慢疑 稀刷得干干净净 没有贪心 没有诚惠 没有怀疑 没有傲慢 这叫真意休闲 这叫真意休闲 没想到